和欢山北风在18号中午传了山域事故 55岁的无姓男子行经和欢北风步道 大约0.8公里处忽然倒地昏迷 消防分队等单位获报赶赴救援 救难人员到场之后持续施以CPR 由于花莲天气不好 花莲空晴仍然执行直升机吊挂任务 而意外发生的原因还必须由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据了解南投县消防局18日中午接获报案 指称和欢山北风登山步道约0.8K 附近有民众疑似高山镇无法继续行程 消防分队前往救援 仁爱分局翠峰派出所 保七总队远警也前往支援协助 救难人员赶到现场 发现55岁无姓男子已经呈现欧卡现象 救难人员在现场持续对男子进行CPR 但是男子仍然为恢复呼吸心跳 经申请花莲空晴直升机 将男子吊挂下山至花莲德行运动场 记者连接花莲市采访报道